历史上最乱的皇后,皇帝被气死,临死前下旨,皇后殉葬。 读历史,您是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在古代历代王朝之中,都有贤明的君王,国家在他们手中变得非常的强盛,是他们的努力,利用国家走上一个新的地步,比如汉朝的汉武帝,唐朝的唐太宗这些皇帝都让自己的朝代在当时极其强盛,走在世界的前列。 北魏时期有着这样一个皇帝,他是北魏最杰出的皇帝叫做拓跋洪,正是因为他大刀阔斧的改革,让北魏变得极其强盛,他的贡献不仅仅是作用于当时的国家,还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。 只听他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少数民族人,他是鲜卑族的,为了促进鲜卑与汉族的融合,他改革了文化。 说起绿帽子三个字,是让多少男人都为之颤抖的一个词,若是女方出轨被男方抓住了,这就往往意味着这段感情的结束,当然在道德上这位女子也会被唾弃。 但是,你知道吗?这种行为在古代的皇帝身上也出现过,而且是皇后出轨,你敢想象吗?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。 言归正传 皇后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是母仪天下的,有着才能、智慧,不仅仅一心一意侍奉皇上,而且还帮皇上执掌着后宫。 但是在历史上却有着这么一位皇后,即使身处宫中也多次与其他男人有染,给皇帝戴了许许多多的绿帽子,最后被皇帝发现之后被迫殉葬,这等奇闻,可谓是前所未有。 曾几何时,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北魏朝廷,一个传闻让整个朝野哗然,皇后与多名男子有染,皇帝被弃德病入膏肓,终于在一场征战之际病死,死前留下了一道遗诏,后宫三千美人德已改嫁。 而皇后却必须陪葬,这个传闻让人们纷纷议论,传为佳话。 这个皇后就是在北魏时期的冯皇后,北魏时期是一个朝代更迭身份迅速的时期,当时皇帝的登基也是因为要强的冯太后,她为了将国家大权掌控到自己的手中,自己下手将自己的儿子弄死,然后让不懂事的小孙子登基,并且为了更好地控制住皇帝的权利,她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小孙子,这个侄女就是冯皇后。 冯皇后小名叫妙莲,她从小就自容出众,是远近闻名的美人,虽然她是妾室所生。 因为伶俐的性格,出众的容貌,让她从小就备受家人们的宠爱,冯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,让娘家把冯妙莲和妹妹冯卿送入宫中做孝文帝的妃子,妙莲一入宫,立刻让孝文帝一见钟情,专宠后宫。 当时是冯太后当权,孝文帝的地位还没坐稳,冯太后甚至有几次想把孝文帝废了。 于是,冯妙莲借口生病,回了娘家,一回就是十几年,孝文帝只得把冯妙莲的妹妹冯卿立位皇后。 到了490年,冯太后病故,孝文帝开始掌握权力,孝文帝历经图治,建立了丰宫伟纪。 不仅平定了半个中国,还积极推广汉文化,实现了游牧农耕民族的和谐共处,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位优秀有作为的君主。 看到孝文帝执掌了权力,冯妙莲又想回到皇宫里了。 对于自己曾经清新过的女人,孝文帝心里还是喜欢的,把冯妙莲封为朝仪,地位仅次于皇后。 重新回到皇宫的冯妙莲仗着皇上宠她,她又是皇后冯卿的姐姐,屡次插手宫中事务,甚至见到妹妹冯卿,她也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 不把冯卿这个皇后放到眼里,对于冯卿,冯妙莲根本不顾手足之情。 对其极力打压,甚至希望她去死。 497年,在冯妙莲的挑拨离剑下,孝文帝把冯卿的后卫废了,立冯妙莲为皇后,对于女人之间的嫉妒。 孝文帝说,女人妒忌起来,君主都没办法,更不要说大臣和百姓们了。 可见,孝文帝对冯妙莲是又宠爱又没办法,冯卿被废后打发到一座尼姑寺打发余生,冯妙莲没有子嗣,看上了英俊潇洒,性格公顺的二皇子袁克,想把她收在自己名下。 于是,袁克的生母被冯妙莲暗地里害死,为了袁克能当上太子,冯妙莲又设计杀害了原来的太子袁巡。 把袁克立为太子,498年,孝文帝率军南征,希望一统天下。 孝文帝出征在外,冯妙莲耐不住寂寞,养了好几个面首,并依仗权势逼迫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嫁给冯妙莲的弟弟。 孝文帝的部队到达汝南城的时候,彭城公主赶来,向孝文帝诉说了冯皇后的所作所为。 孝文帝一听冯妙莲明目张胆给自己戴了好几顶绿帽子,气得集火攻心,当即病倒。 冯妙莲听到风声,赶忙派自己的亲信苏星寿来到孝文帝身边打探消息。 孝文帝把苏星寿关在暗室里严刑讨打。 苏星寿受不了刑罚,便把冯妙莲私通男人的事交代了个一亲二楚。 到了第二年侦扎阿欧,孝文帝回到宫中,把冯妙莲的男宠们抓起来严刑拷打,并把他们公认的罪状扔在冯妙莲面前。 冯妙莲知道没法辩驳,跪在孝文帝面前,磕头如捣蒜,拼命求饶。 孝文帝指着她的鼻子大骂,你这个老玉,你这是把白刀子插在我的肋上。 孝文帝下令,处死与冯妙莲有染的所有男宠,看在还要用冯妙莲娘家的面子上,继续保留她皇后的头衔,次令永不相见。 受到处罚的冯妙莲好了伤疤忘了痛。 过了没几天,又开始摆起皇后的架子。 皇帝孝文帝拓跋红,一生都在争霸天下,光复疆土,而孝文帝在位期间,她推行汉化政策,促使民族融合,加强中央集权,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。 她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,因此她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。 然而,孝文帝对冯润痴心不悟,却无法忍受她的背叛。 在她的内心深处,早已种下了怒火,却不忍心对冯润动手,只能任由她在宫廷里肆意妄为。 太和23年,499年,孝文帝再次难争,冯妙莲正当青春年华。 寂寞无处排解,竟然与假宦官高菩萨,中常侍双蒙等多位年轻男子会乱恭维,还闹得人尽皆知。 当时,又正赶上孝文帝的妹妹蓬城公主新寡,由皇后抢逼她嫁给自己的弟弟冯素。 蓬城公主不从,亲自跑到前线向哥哥告状,并把冯妙莲与多名男子私通的事情一道告诉了孝文帝。 当时孝文帝正在病中,听闻此噩耗,一度不敢相信她最爱的皇后竟会背叛她。 但紧接着,又有宦官流通至军中密报,所言与公主完全吻合,孝文帝即刻派人回宫调查此事。 结果令她大失所望,高菩萨等人共认不讳,幽皇后的罪行已确定无疑。 被最爱的女人戴了绿帽子,而且还是好几顶,孝文帝的心情可想而知,但她只是赐死了高菩萨等男子,而放过了冯妙莲,甚至还保留了她的皇后地位,用情置身,匪夷所思。 孝文帝受此打击,病情加重,在征战中病倒。 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于是立下遗诏,决定让后宫三千加利得以改嫁,让他们不再受制于皇宫的禁锢。 然而,对于冯润,她却做出了陪葬的决定,孝文帝心中清楚,冯润若是继续活在世上,必定会祸害朝纲,离间兄弟,危害国家。 冯润在得知孝文帝的遗诏后,她自然是极度恐慌,百般设法想要逃脱这个命运。 她试图联络朝中的亲信,以图谋改变孝文帝的遗诏。 但冯润已失去了皇帝的宠爱,也失去了在朝中的地位,她的企图迅速败露。 最终,在孝文帝弟弟北海王拓跋扬的严密监控下,冯润无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 在冯润生命的最后时刻,她想起了自己的一生,从出身豪门到成为北魏皇后,她曾经风华绝代,权倾朝野,却因为放纵私欲。 荒废政务,最终导致了自己悲惨的结局,面对死亡,冯润终于有所悔悟,她不再挣扎,含泪接受了孝文帝的最后裁决。 孝文帝驾崩后,北魏国家政权在拓跋扬的掌控下逐渐稳定,冯润的陪葬事件成为了北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, 提醒着世人,一个国家的命运,一名皇帝的兴衰,都可能受到一个女人的影响。 孝文帝的遗诏,也成为了北魏历史上一个不朽的传奇,缝润的故事在后世流传甚广,成为了不少文学作品,戏剧,影视剧的题材, 她的一生虽然充满了曲折,但在历史的长河中,也成为了一种警示和教训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